大家好,我是Wayne 这一集是日本近代史势烈的热清战争 对我们华人来说,其实甲午战争 在接下来短短的十多分钟 我将会跟大家详细说明热清战争的背景 原因、经过和影响 对不少人来说可能会感到惊讶 因为朝鲜其实在这场热清战争中 担任了关键的角色 如果你想知道朝鲜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 日本是用什么理由与清国双战 热清战争如何为下一次日本战争埋下伏笔 就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在开始之前 我想先感谢观众新竹阿瑞积极留言 这对YouTube演算法中传播我的影片有巨大的作用 所以实在十分感谢他 同时也希望大家按赞订阅 如果可以的话简单留言 对我来说是我继续更新的最大动力 要说日清战争的背景 不得不说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 当时西方列强已经相继在非洲和亚洲设立集民地 并将下个目标移向东亚 为了避免日本成为西方的集民地 日本积极进行了复国强兵的运动 守卫国家 即使大家熟悉的明智维新 政府体制也渐渐与西方看齐 成立了议会和设立的宪法 详细可以到我的频道 观看一系列明智维新的影片 随着明智维新的成功 日本和清国的国力也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由于日本当时已经慢慢细化 日本在外交上开始采用了条约体制 意思是国与国之间互相签订条约 并履行条约的内容 虽然会因为国力的差距而出现不平等条约 但国与国之间并不存在主从关系 而清国当时仍是采用朝贡体制 意思是小国向大国朝贡 任他做大哥 并得到大国的保护 朝鲜成为了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外交体系下的斗争之地 清国固然想维持于朝鲜的朝公地位 保护着他在朝鲜的利益 而日本只希望把朝鲜拉到条约体制的一方 令朝鲜可以独立于清国 这有利于日本与朝鲜签订条约 拿取贸易利益 日本曾经多次寄信到朝鲜要求开国 但心中出现了黄、赤这些汉字 这对于只认清国为大哥的朝鲜来说是不能接受 因此并没有回复 日本对朝鲜的无视感到不受尊重 所以国内有人提出真寒论 用武力逼朝鲜低头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的影片的话 应该都知道 支持真寒论的思商农舜本人 在明治六年政变中离开政府 虽然如此 明治政府并没有放弃于东时 索国中的朝鲜建交 因此明治政府就派军舰到朝鲜附近挑衅 结果在1875年 日本军舰云南开到江华道附近 遭到朝鲜的炮击 始称为江华道事件 而日军就以震荡防卫做理由登律朝鲜 并占领了朝鲜的永送城 经过江华道事件后 日本终于达成了目标 成功令朝鲜泰国 签订了日朝收好条约 这个条约基本上跟日本之前 跟列强签的不平等条约相同 只是立场不同了而已 内容有四点 第一要求釜山、仁川和原山开港 第二朝鲜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 第三是免除日本的关税 第四是承认朝鲜是独立国家 否定清国的宗主权 而第四点也是日本的最主要目标 此时的朝鲜国内分为清清的保守派 和清日的开明派 朝鲜国皇是高宗 但实权却落在他的老婆敏菲手上 而高宗的爸爸大冤军因为不满敏菲的行动 所以与敏菲作对 敏菲因看到日本现代化的成果 属于清日的开明派 因此他在旧式军队之外 设立了模仿日本的新西军队 由于资源全部都流向了新西的军队 导致旧西军队缺乏资源 连心境也复不起 造成旧西军队内极大的不满 大冤军撑着军队的不满发起了一次军事政变 史称任务军乱 敏菲面对着叛变的军队攻进皇宫 只能穿皇逃离 而不少当时在朝鲜的日本人也在事件中遇害 但在大冤军掌权的一个月之内 驻守在汉城的清军以平乱和保护日本公司为由 消灭了叛军 并把大冤军带回清国 敏菲与她的老公高宗也顺利回到皇宫 重夺权力 任务军乱虽然很快就结束 但却带来极大的影响 首先对朝鲜来说 敏菲因为得到清国的保护 加上遭受日本的所长 所以立场由清日改为清清 而对清国来说 因为在事件中铲除了清日势力 因此并加强了对朝鲜的干涉 朝鲜与清国在事后 签除了中朝乡民水陆贸易将成 再次确认了中朝的朝贡关系 最后日本在事件后 因为传媒有关日本公事官在朝鲜被销毁的报道 激发起了日本人的爱国主义 热清对朝鲜的争夺并没有因此而高中 相反情势变得越来越激烈 清日派逝世后在日本的支持下成立了独立党 主张朝鲜应该跟随日本改革的步伐 在1884年清国在越南与法国的战争中战败了 越南成为了法国的保护国 此时激起了独立党的反应 认为清国根本保护不了朝鲜 于是发起了政变 杀了敏飞 史称贾胜事变 贾胜事变只短短持续了三天 就被袁世凯摔领的清军打倒了 独立党在失败后也逃难至日本 在贾胜事变后 日本与清国两国都不想真的开战 日本首先派人到朝鲜 走贾胜事变中 有关日本人的伤亡要求赔偿 然后日本又派伊藤伯文到天津 为了未来的和平 跟清国的李鸿章进行谈判 结果他们签了天津条约 主要内容是日清双方都需要从朝鲜撤军 而且如果两军将来会出兵朝鲜时 也必须事前通知对方 日本国内面对着这么紧张的国际形势 负责裕吉提出了有名的拓亚论 弗吉裕吉认为日本不应该在 纠缠着清国跟朝鲜这两个 迟迟不肯改革的国家 反而应该尽快拓亚入欧 这样才能尽快加入西方列强的队伍之中 拓亚论最初发表于1885年 在随后的几年内 日本也卸立了宪法和国会 详情可观看上一支 大日本帝国议会 自天津条约之后 日本人就利用着之前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在朝鲜继续贸易 其中日本的商人从朝鲜买下大量的白米运回日本 令朝鲜的米量大减 人民生活困苦 导致政府需要发出防骨令 禁止出口白米到日本 而日本政府就以朝鲜毁越为由 再次向朝鲜塑藏 令日本与朝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由于朝鲜农民的生活困难 最终终于忍受不了了 发起了甲午农民战争 发起甲午农民战争的是以冬学为首的人民 冬学是当时朝鲜的一种民间宗教 综合了瑜教、道教和佛教 反对西方的宗教和文化 简单一点说 就是朝鲜版的义和团 朝鲜面对农民的叛乱 发信要求清国派兵平定 清国在出兵时也按天津条约要求通知了日本 日本怕如果这次平乱 又再次被清国立功 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将会再被解弱 因此日本也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 派兵到朝鲜 当两军都到达朝鲜后 发起动乱的朝鲜农民竟然与政府达成合意 退出了战争 而日清两军到了朝鲜 但却失去了参战的理由 此时外务大臣绿澳中光便改变策略 把目标改为与清国共同改革朝鲜 但清国就以不干涉朝鲜内政为由拒绝 日本军就善言 朝鲜一天不进行改革就不撤军 在1894年 一直希望改正不平等条约的日本终于 与英国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成功改正了部分日本之前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而在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中 英国声明就算日本和清国开战 英国也不会介入 此时日本国内就开始认为是时候 朝鲜的正义与清国开战 当时在朝鲜的日本军就直接向国皇高宗的警符宫进发 并捉拿高宗 推举大院军成立清日的政权 没有错是之前与明飞作对的大院军 此时他已经投奔了日本的阵营了 大院军就请日军帮助清除国内的清军 日本就以此理由攻击团阻在朝鲜崖山的清军 日本军为了切断到朝鲜的清国援军 于是便与清国海军进行封岛冲海战 由于实力差距很大 日本军很快就击毁了清国的补给船 切断了清国援军 原本在崖山的清军因为得不到援军的帮助 很快也被日本打败 日本在这场战役中胜出 其中绿军士兵白神远次郎在战事中受到猖击后 致死仍坚持吹响喇叭的英勇士直 被日本传媒广泛报道 成为当时日本军方鼓吹民族主义的英雄人物 此时日本政府正式向清国双战 热清战争 又名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日本双战的理由是为了保护朝鲜的独立 免于清国对朝鲜的干预 才发起战争 这个理由听起来实在是贼喊抓贼 但这种荒谬的理由并不只出现在历史上 也出现在先进的事上 实在是可悲 日军的策略是要先阻止清国的援军 后夺取朝鲜西海岸的西海权 并最后在北京周围决战 当时的日本对这次战争是举国意志的支持 也终结了我上一集讲解的议会乱局 因为政府和在野党双方都找到了共同敌人 就是清国 而清国面对着强敌 内部各个派系仍然勾心斗角 不能团结一致 在战争中自然处于劣势 在黄海海战中 清的北洋舰队遭到日本的海军击败 失去了朝鲜西海岸的纪海权 日本海军并顺息登律旅逊 同时日本绿军也越过了亚绿江 开始准备与清军在北京周围决战 清国自治不是日本对手 便提出乙和 热军知道后便改变策略 终止了向北京的进攻 改为进攻威海和占领台湾 企图在乙和时拿到最大的优势 威海失陷后 李鸿章到了现在是三口县的下官与日本乙和 而日本就派出伊藤博文和绿奥中官出席合议 如果大家有看过走向共和这个剧集 义和的情节的话 就一定会体会到当时李鸿章的心情 在YouTube上有人把走向共和这套神剧的精华放上网 虽然片长长达四个小时 但我仍然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大家只要在YouTube搜走向共和就会找到 里面也出现了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等角色 不仅日本跟中国在近代史中有很多交集 在1895年日本与清国签订了下官条约 内容包括承认朝鲜为独立的国家 清国把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各让给日本 并实行沙士、重庆、苏州和寒州的开港 和最后的两亿赔偿金 日本在这次日清战争中可算是大获传胜 日本虽然在下官条约中拿到绝大的优势 但后来在俄国、德国和法国的干涉下 被迫要把辽东半岛退还给清国 日本民众对此事感到非常愤怒 也对俄国产生仇恨的情绪 也埋下了往后日俄战争的浮现 在此我就先卖个关子 到往后有关日俄战争的影片中再慢慢向大家讲解 热清战争后 清国的无人步入在西方的列强眼前 接着就在1900年出现了八国联军的侵略 我相信大家对这段历史都非常熟悉 我在此就不多加补充了 反而在下官条约后 日本到台湾实行主权的时候 遇到了台湾的居民激烈反抗 过程中更出现了台湾民主国 我这个香港人看到这段历史实在感到非常惊讶 不知道在台湾长大的观众对这段历史有多小了解呢 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很想知道台湾民主国 这个我相信是历史上最早的台独国家 是不是已经写在台湾的教科书上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按赞和订阅 让演算法把我的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谢谢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